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跟我同事来沃尔玛 我们公司就是过年前发了一张那种福利卡有300块钱 我的已经给我弟弟了 我跟我同事来买点东西 他的那个卡还没有用 现在他去那个银行办点事 我在外面等一下他 太累了 今天走的路太多了 刚才也没买多少东西 也就是买了点吃的喝的一些零食 因为提不动我们的那个车放在好远的地方 这里就停车比较麻烦一点 今天太阳又烂了 已经走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了 他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这里的一个 火把小镇就是一个游玩的地方 上面是自助烧烤的 这里还栽了好多的钢枕 大家看一下 下午来往的人比较多一点 现在都差不多六点钟来了 这些鱼 这里都是那个自助烧烤 小孩来的比较多 还有人在里面划床 每天就睡在家里面出来外面走一走 对身体也好 今天已经走了好多路了 现在来这里逛一圈 烧烤就不吃了 因为我们人也是比较少 就两个人 改天有时间的话 就约朋友过来一起吃这个自助烧烤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孩玩的一些娱乐设施 那边是沙滩 那边还有人 大鞦韆 滑滑梯的 这里还有小木筏可以划床 其实这里还是第一次进来 以前没来过 现在要回去了 今天路走的特别的多 这里好多的花 看一看这些花花草草心情都要好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今天出来一天了 又去超市 然后去街上逛了 吃了小吃 现在又来到这里的公园 转了一圈 我朋友现在在下面等我 要回家了 好了 志祺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拜拜 下次见